就覺得很OK 那就是用歐美方式 歐美國家的方式就有點 因為其實歐美的那種自由的風氣 事實上不太適合 你看中國你給它自由 馬上就開始大卸八塊 有沒有 這裡可以證明說 那時候有馬中國有中華民國 有泰國有殿國菲律賓 這個都是未來 都是現在的主權不利國家 在那個時候日本就已經這樣做了 就這樣做了 好 中藏條約的條約我講過 法官條約的就是這樣 所以 我們奉獻那些台語分子 不要亂解讀條約的內容 自我解讀 因為 政治上的條約說 日本放棄台灣的一切權利 義務跟那個開口 所以他們完全分離 分離 完全不是 之前的部分分離 是暫時分離 那是暫時分離 不是永久分離 你看我們來看馬關條約 用馬關條約的概念就好 來 我們來注意看藍色的部分 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 及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 誰跟誰在簽約 誰 皇帝對皇帝嗎 好 大家都知道了 好 簽什麼 簽給誰 就是皇帝簽給皇帝 所以產權在誰手上 他們主權在皇帝手上 好 再來 台灣的部分在這裡 台灣全島跟坦戶 澎湖 澎湖全島 給大家算一課 以前我們不知道的 那個時候 以前 一直到了最近三個為名 台灣跟澎湖是台灣 所以我們現在的概念是說 澎湖是台灣的部署島 錯 這不是不正確的 所以這邊調整得很清楚 澎湖全島是一個獨立的島 台灣全島 不是澎湖全島 不是台灣的附屬島 因為這裡有寫 台灣全島集齊所有附屬島嶺 第二塊叫做澎湖綠島 什麼叫附屬島嶺 藍旅綠島算了 歸山島 三星台 澎山島 北方山島 盆家瑜那些 好 澎湖綠島 就是分開 好 這邊有提到 這個政策點 永遠讓你 條約只要選出 這個永遠都是你的 就是你的 這個沒有什麼好說 一句話說 而且條約是不能改變的 不能改變的 不能因為說 因為條約是國際條約 是對國際的國家的耶穌 你不能任意的解約 或者是對付這個協議 因為 舊金山和平條約是全世界四十八個國家 經過國會通過的一個國際間的協議 所以它不可能改變 所以一樣這個條約也不可能改變 永遠讓日本也不能改變 因為舊金山和平 並沒有主張到台灣出去 如果說台灣可以不可以 就跟澎錢一樣 這個時候台灣就跟那個完全的分離 完全的分離 好 好 這個武裝跟武高砂組 這個部分我們就帶過就好 那時候發生了很多的那個 那個 那個 那這個這一段變得很大 很重要的概念就是 欸有的人說 欸台灣是誰的 屬於原住民的 屬於原住民的 我曾經誤會的研究生 陳大陸 欸台灣是誰的 他說原住民 他找不出來 就說我講原住民 但是這邊的報告告訴我們說 飯地無主任 因為 阿美族也好 布農族各族也好 都是部落自己 比如說這個部落 這個部落 不能去干預我們這邊 一切的屬於事 好 這表示什麼 表示說 整個台灣島 並沒有被一個民主所統治 沒有 或者是 你這個民主跟我這個民主 我們來聯合 來成立一個所謂 我們自己的主 政府 沒有 所以台灣失去了這個 自己建立自己政府 自己建立自己國家的機會 所以你說台灣要怎麼獨立 沒有辦法獨立 這邊國際間承認的這個 國際法裡面 方地無主任 這告訴我們說 台灣的 這個身旁是不去法 國際法人的地位 還能求主 所以 我們祖先沒有辦法 或者是有一個很有為的這些 國王統一的台灣 沒有這種人出現 所以台灣族還是很大善 所以它並構成一個 國際間可以承認的政府 或者是國家的一個概念 然後武力政府 這個很正常 因為台灣取得之後就開始 那這個是我們研究 這個阿美族的部分 這個很大的一個部分 最後 我會解釋一次 我願意當房子 這個也是 這個衝浪二世間 就再三千人台灣族 這個兩個石碑還在嗎 就在這個地方 辦去 這個 可解釋 你看 台北町、伊蘭町、台中町 台南町、台東町 正如故隆陸穴聚集結 南北二魯圍者 阿美連結 最後 還是透過協調 三條路 你要不要承諾方面 OK好 要不然就投降 要不然就 這個 離開 第三個就是消滅 你看 曬德克巴萊就是這樣 最後跑去三二之三 我們不願意背離同志 我感覺就回到主領地去好了 那事實上 那些都是白死人 白死人 最後白死人 最後白死人 很久 你看 烏身事件 帶我實施的大眾舞蹈 好 這個我們帶過就好 你看 1944年紀事地盤 1945年超過80% 所以那時候台灣幾個人 幾乎都受過日本的教育 好 這個有沒有人認識 有沒有 認識的 舉手 誰 吳鳳 吳鳳 吳鳳是假的啦 這是阿里山鄉 我叫吳鳳起來 唉 不知道了齁 還好你們不知道 要不然就不正常了 唉 這個人認識嗎 阿 那個人聽話齁 明人 明人 近上天 天皇 好 所以 這個是他的爸爸 這個是他的爸爸 這是明治天皇 是大政天皇的爸爸 OK 很簡單 有一個重點 當大政天皇 接任天皇的時候 因為是他1912年死掉 所以1912年接任 1912年死掉 1926年接任 1989年過世 遭到天皇1989年過世 1989年過世 1989年接任 這什麼意思 意思就是說 在日本的憲法裡面 天皇必須要 駕崩之後 才可以接任 好啦 問題來了 我說我準備 當了天皇 好當 準備好當天皇 日本皇太子得任 親王 先是繼位的決心 日本真的要做 這件事情 對台灣有關係嗎 是絕對有關係 絕對有關係 來 跟台灣有什麼關係呢 好 來 有沒有 日本天皇退位 是趁著出爐了 平成時代 到最後一年 他們日本政府動作 來 有沒有 明日天皇 20191月退位 這 戰後70年 這是一個很大的 節點 已經要過去了 好 這個一個 這個是 透過皇室喔 日本的皇室是 過世平老二講話 一定是政策性的 國家大事 才會講出來的話 他說 戰後70年 是一個很重要的 時節點 是什麼意思 因為日本 在1945年 8月15日 日本天皇 宣布投降的時候 日本的土地被打卸罵 北方四島就被俄羅斯搶了 就佔領了 獨島 濟州島 玉林島 被韓國佔領 台灣 橫湖 被蔣介石佔領 還有 美國自己佔領 琉球群島 1972年就還給他 好了 這個時候 台灣的問題 台灣的老百姓說 我們是王民 我們必須 還給我們 屬於我們自己的國籍 因為為什麼 我的爸爸是日本國籍喔 我的阿公也是日本國籍喔 為什麼生出一個中國籍 我到現在都搞不清楚 我為什麼可以生國籍 後來才知道說 原來在1946年 12月份的時候 蔣介石發揮了一個行政律令 叫做 改變了台灣的這個 國籍喔 被稱中國籍 可是這個中國籍 違反了人權公約 好 待會我會講這個一段 好 有沒有 日本政府提出天皇推委的 特例法案 六月通過 安倍說 安倍說 為全力盡全力實法案 在六月十八日閉幕的時候 本屆國會會通過 因為還要 眾院通過之後 還要經過參院 參院通過之後 剛剛那個實診 剛剛好 那到了2019年 繼承 2020年 這個東京奧運 就可以讓這個新的天皇來 來主持 好 對台灣有什麼關係 絕對有關係 2020年是美國部署 亞太地區的最後一年 所以美國會把六成以上的 軍艦 飛機 跟這個陸戰隊 全部往西太平洋 到時候 在台灣的美軍部署 就必須在2019年 以前就要部署了 也就是美軍要來台灣 這個時候就開始 緊握力了 那現在我昨天看了新聞 韓國的新總統文在寅 他想要拒絕這個薩德系統 進入這個韓國 又不得人在野的話 又不得他 因為這個是區域性 這是美國的整個大戰略 不是說一個總統的意願 他是想不想要可以決定 要不然可以啊 美國撤出 美軍的駐機撤出韓國 剛剛韓國有沒有能力去打擊 北韓的那個 他有沒有能力 你連薩德系統都沒有了 你怎麼打擊 那你那個金正恩 水面丟一些盒蛋糕 到你手耳 你怎麼跟人家打 所以這個媒體又在騙台灣人 在誤導台灣人 說我再也不支持 中國不支持美國 找到可能 美國 韓國是美國 扶植起來的一個國家 沒有美國 韓國也不用玩 你的經濟整個都崩掉了 為什麼 韓國不可能靠一個中國 來扶植他的經濟 韓國也是被 那個也是 靠美國很多的這些技術 移轉跟一些 經濟的這些 這個進出口 沒有這個美國的這個 很大的消費市場 韓國也沒辦法 所以那個 這個是一個不扑導的 那個媒體 我們以後要被看 媒體亂講 說中華民國 如果現在不敢講中華民國 講我國 如果說 美國 斷交 他說是台灣跟美國斷交 台灣什麼時候跟美國建交 這個歷史上 我沒有看到這樣的一個 一個文件 好 解錄 解錄了 解錄了 解錄手相 聽起皇室會議的意見 這一個文件 也就是說 黃 這些 在1945年 那個 滋扣的 天皇的權力被拉掉 這個時候會回復一些 當然它是象徵性 可是有些東西 它變成是象徵性 像 這個天皇報告 修憲的第一條就是 一個最重要的概念就是說 恢復天皇的元首的地位 當天皇的元首的地位 這個天皇就可以主張天皇的土地 對不對 我們剛剛講到 馬關條約 誰跟誰簽 天皇 對天皇 所以安倍即將可以講 北方施導 他不能請 因為他不是權利人 誰是權利人 是天皇 好 當天皇的地位被回復了之後 他是不是就被主張了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的那些 馬關 修憲戰革命條約 放棄的都是 日本政府的權利 就是類似管轄權 不是天皇的權利 天皇的權利 並沒有被被主張 也沒有被取代 日本跟誰 誰投降 這邊有四面國旗有沒有 中美英書有沒有 中美 欸 這個 這英國嗎 這是美國 這個是 中美英書嗎 這是個國家 某國 某國 這什麼意思 日本是向盟軍投降 不是向中華民國投降 中華民國沒有打過日本 怎麼投降 中華民國是被救的國家 他不是對戰的國家 他拿什麼武器 他拿誰的武器 他是拿美國的武器 就賣給共產黨 對不對 所以 中華民國不要亂講 不要亂交 你根本 蔣介石的軍隊 根本沒有能力打仗 請問一下蔣介石的軍隊 哪一次打過勝仗 有沒有 有沒有 歷史上 恐怕 很少 有沒有 我可能還要再確認一下 有沒有 德基麥賽的命令 不是跟 不是跟台頭選領 所以台頭選領 講馬英九 騙最大的 其他的 哈佛大學的博士論文 不知道怎麼取得 這個根本就是錯誤歷史 也可以 也可以變成論文 有沒有 這是他 日本投降是在船上面投降的 他們說這個是投降儀式 不是啦 這是軍事戰以日的開始 他不是投降儀式 投降儀式在這裡 寫得很清楚 有沒有 美軍 有沒有 重當回 他在這邊牽的 有沒有 這兩個 有沒有 好 台灣人把天武給消滅了 有嗎 台灣人什麼時候打消滅過日本 有沒有 既然天皇的權利 對台灣有權利 請問一下 除非台灣人消滅了天皇 台灣再去主張這個 這個台灣獨立好了 對不對 為什麼 台灣獨立 我 不是不行 但是那個難度太高了 為什麼 有方法 告訴各位 第一個 你們必須要 台灣人必須先消滅美國 再打敗日本 然後再打敗中國 台灣人也沒有辦法 如果要打仗 我絕對不會叫我的兒子去打 這個 可能的事情 因為美國對台灣有主權 是有權的啊 他是有管轄權的啊 現在中華民國得到的權力 權員就是美國啊 好 再來 主要佔領全國 依據條約正確形式 現在美國也在做了 目前也在做了 來 我們先看美國對台灣的關係是什麼 就是這個 23條規定 主要佔領全國 是美力堅合中國 來我們來看條約的內容 有沒有這裡啊 這是第四條 日本承認前述第二條第三條中 美國軍事政府 對日本比日本國民財產 儲分的有效性 好 各位 這個部分很容易被人家 這個扭曲 要不然 這些放中國的學者 就不願意去解釋這個 很簡單的一句話 很簡單的一句話 這裡有幾個角色 第一個叫做日本對不對 第二個角色叫什麼 美國軍事政府對不對 第三個角色是什麼 日本國民的財產 就是日本國民對不對 好 來我們來先看 日本的角色是什麼 他是權利人的角色 也就是說 我的土地如果要賣掉 我的母親可以幫我賣掉嗎 如果我不承認 我弟弟幫我住出去 我這個土地 我不承認有效嗎 有沒有效 不效對不對 好 一樣 也就是說日本承認代表是什麼 他對第二條 第三條裡面的權利 可以從他的手上 釋放到這個人的手上 有沒有 美國軍事政府 對日本國民的有效性 這個再清楚一點 好 第三個角色出選 日本國民 好 這個日本國民在哪裡呢 哪個地方的日本國民呢 來我們來看 這裡寫說 在第二條跟第三條 來第二條在哪裡 第二條講什麼 來 我們來看第二條的二 二條二 這個日本政府放棄 台灣 澎湖 島嶼 等一切全力全力民意 很多這些學者亂解釋 說一切全力就是主權 不是啦 這是一部分的主權 管轄權 我簡稱管轄權 好這裡還有一個 全力民意 也就是說 今天我有一塊土地 租出去了 有一天啊 這個租我土地的人 很會經營事業 結果我租給他一年一百萬 結果他一年給我賺兩億 有一天啊 我就說 欸 啊我租給你這麼好的土地 你一年賺兩億 我是不是可以跟你抽成啊 可不可以 你可以跟你的房客講說 欸 哇你一定就 我們會賺錢耶 你是不是分一些好不好 可不可以改變那個契約 可不可以 很簡單的概念 好 來啊 所以 這個全力民意 是這個意思 你不認為說 這個土地是我的 所以你賺錢了 我也很紅了 我要跟你要求 如果你不答應我 我去解除 解除這個契約 可以嗎 契約是不能單方面解除 那個然後解除 所以來啊 我們搞清楚 這個全力民意 這個全力裡面 這個土地是我的 可是我租給人家的時候 這個全力是跟我們分離的 我不能再主張 這個人摧毀土地的任務 我也不能說 因為土地我的 我可以隨便要評稱 可以嗎 也不行 因為我是會侵犯到 這些 租這個全力的人 一樣的道理 好這邊寫得清楚 除了台灣 還有一些 南海也是 好 我們再看回第四條 好這裡就到了 第二條 就是指台灣 台灣有什麼 日本國民 所以呢 美國軍事政府 可以跟台灣有什麼 課稅 財產 如果你怎麼樣 我就給你罰錢 給你怎麼樣 沒話講 沒話講 好再來 就是這個契約的部分 已經綁給日本了 好 現在進入到公約公分 美國對台灣有權利 當然也有義務 我們先看回這個 這裡 美國軍事政府 剛剛講說 主要佔領全國 叫美利劍和中國 為什麼是美國軍事政府 而不是稱這邊 稱美利劍和中國 為什麼 因為他是軍事佔領 所以要軍事政府來管理 那什麼叫軍事佔領 軍事佔領 就是暫時的 他原來可以要結束 你這樣聽得懂嗎 所以中華民國今天在台灣治理 他不是台灣政府 不要被騙人 他不是台灣的政府 因為台灣政府 全世界沒有人承認 有台灣政府 目前沒有 所以他也不是國家 既然他沒有那個身份 他只是台灣的治理當局 那治理當局做什麼 做一般合法政府做的事情 大家搞清楚這個概念 好 我們再看到這個條件 權利劍 也就是被占領地區的人 他必須要被保護 那被保護有一些基本人權 所以這個基本人權 這些主要占領地區 全國就必須覆及到 在台灣關係法裡面有提到 台灣地區的這些人 居民 如果這些治理當局 有違反人權的部分 美國的法院是可以怎麼樣 判決這個治理當局的錯 好 哪些錯呢 有沒有 這裡我們先講這個 日內瓦公約被侵害時 要死成為嚴重的刑事罪行 哪些事呢 也就是說這個刑事罪行 至少20年起跳 來哪些事 這裡 請我們先看第51條 51條說不能徵兵募兵 有沒有 占領國部的強迫被保護人 再武裝請武的 你知獲得志願 募德募低亞迫宣傳 嚇到不行 也就是說中華民國如果要募兵 也不能告訴台灣人 你來當兵不行 這也是違反人權公約的 也就是說不能徵兵你也不能募兵 對台灣募兵我們是被保護人 這裡不到我們是被保護人 不能強迫被保護人 都不能你都不行 甚至什麼 徵兵不得被動員工人參加軍事辦事 辦軍事性的組織目都不行 所以中華民國在持續對台灣人進行徵兵的時候 這個幾分 45 45嗎 好不好 不然派對派很久 好 還有20分鐘嗎 還有25分鐘 好 所以台灣人不能 那我們被針的怎麼辦 我們是白當的 以後 這個台灣民政府執政之後 這些當兵的我們來告中華民國 要索賠一下 要請求賠償 好 再來 不能改變我們的姓氏 也不能改變我們的國籍 也不能參加政黨 所以說民進黨就是中國民進黨 那你自己要當中國人 以後我們都知道是誰 那些台地上的人物 不要在那邊 我們帶頭抗爭就好了 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啦 蔡英文啊 一些藏品那些 在享受的這些 墮落的台灣人 怎麼可以這個樣子 看 這個看到賊就認賊做父 這樣不行 你變兒童變認有沒有 我的姓 我們根本 我不就姓陳 那你一定要改變我的姓字也不行嗎 那不然你看 我的這個阿嬤姓陳 他的哥哥姓張 其實叫我們的祖先姓什麼 混亂 好 有一天喔 我們姓陳對不對 我的孫子 我的曾孫 有一天他們在家族群聚的時候 曾孫說 哇 新鮮來草 我們來做一下我們的祖譜 祖譜 他一看 我們是姓陳耶 陳氏中青 那我是從中國來的 那我們要尋根我們去中國 尋一個城市從中國來 欸 這樣的狀況在平埔族 常常發現 曾經有一個人姓姓 有一天他到中國去尋根 結果尋到最後只尋到一個木爪 因為找不到他的祖先在哪裡 中國就直接蓋了一個木 給他說 這個是你的祖先在這裡 躺在那個地方就是你的祖先 要不然你們有機會去中國尋看看 如果是的話 那你就是中國人的後代 如果不是的話 就不是了 好不好 好再來 不能動 有沒有 台灣如果要獨立就像韓國一樣 有沒有 日本承認朝鮮的獨立 台灣不是 所以台灣不更改的前提下 台灣沒有獨立的問題 都不要想要獨立的問題 這個部分 在以目前的狀態 美國軍是佔領的狀態 日暑美戰的 這個台灣目前的地位的狀態 就不要想要獨立的問題 因為沒有獨立的問題 好 台灣獨立引爆戰爭 我剛剛講過 你搞獨立第一個要打的就是美國人 美國說 我們會派什麼 海軍陸軍陸戰隊通通要去 我們去處理這個 好 我們架派一下 來 出美軍以外 日本領土側出 有沒有 90天 那蔣介石的軍隊為什麼還在台灣 就是因為簽了台北 調約這裡有沒有 雙邊調約 所以他有百言依據的 所以我們不要簽個怪 好 有沒有 所以這個部分就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這是台灣民政府 控告 美國跟中華民國 媒體就這樣當 然後是媒體 媒體一面 他說該組織就是指台灣民政府 要求美國 要求美國 放棄台灣關係法 跟一副救軍三個條約 這個對台灣人而言 我們是針對這個 因為我們是日本國民 台灣關係法是針對中國 流浪的中國 流亡的中國人 因為美國要保護兩種 一個是中國日本的 究極上可比條約 所以 這是不同的國際承諾 這是兩個不同的國際承諾 台灣關係法 美國的國內法 1979年 這裡提到美國 中子 跟台灣同志當主 也就是1979年 他是台灣同志當主 1979年以前 有沒有美國承認 去中華民國 那1979年有沒有美國承認 沒有 他是講以前 那中華民國現在是什麼 在美國登記的是什麼 中華經濟辦事處 他是一個民進黨的 民進黨的 南韓仲裁都不承認 台灣是國家 12次出現 有所謂的 有所謂的 好 再來 進入到這個比較重要的地方 美國 美國通過國防授權法 提起加三美台軍事交易 因為美國也是在 清除障礙 那些 台灣一些 從中國派來的這些人 講要搞反美 那蔡英文有一個責任 就是你必須要禁止這些人 搞反美的運動 有沒有 提起加三美台軍事交易 這個是自我感情良好 因為我們用一個市場的媒體寫出來的 台灣怎麼跟美國 台灣是被保固的 台灣本身不能有武力 美通過國防授權 中國當然會跳腳啊 你怎麼給對岸的中國人武器 這個 中國一定要跳腳 出雲號首次 與美金劍南韓也是 牽制中的 記住牽制中的 這就是出雲號 現在又有184 接下來還有186 這個叫做 這個遲早會變成什麼 這個 陸戰隊突擊艦 它現在是直升機 事實上 它可以 搭配F-35B 因為F-35B是反寶起降 可以垂直降落 它其實可以 起降都可以 垂直起降 因為我們有圖片 結果被禁止 我之前有播 它可以直接 飛出直接走的 不是說 從上面下來 它不是只有降機也可以 聽到台灣是什麼 所以不是我們說的 有一天台灣 高雄可以挺航空無禁的時候 當然就不用 因為我們就拿照片進來 給它照起來 高雄比較近 這不是我們講的 是美國 orang講的 是重量級的綜藝人 是… 是有地位的 еле buck 從沖繩美金改派台灣 美國不國軍 或者已經一周一的上來過頭去過世了 有沒有 沖繩有2萬5千名的陸戰隊 這個2萬5千名陸戰隊 一天打完在沖繩那邊鬧死 找到一些問題 連歐巴馬都很難看 有一次歐巴馬跟安貝在那邊講的時候 安貝就跟歐巴馬講說 欸 你們的陸戰隊 先管一下好不好 然後說對不起 對不起 歐巴巴好 事實上沖繩的老百姓不喜歡美人 不注意再沖繩 那後來美國說 那麼派到台灣好了 台灣一大天可以停 大概有畫面有違證 而且不是我們講 是媒體講 光是經活路一百號就可以停8千個人 其他的就到各個縣市 台灣有夠大的空間可以讓美軍進駐 不管是床也好 飛機也好 都可以啦 最好的那個 然後這裡 漢光兵那13年首度破運 船 美 現地 官 降官 進恒山指揮所 這個在馬英九的時代最近發生了 有一次 馬英九不願意進入到恒山指揮所 恒山指揮所是什麼地方 他是台灣的最高軍事指揮的一個地方 就有一天啊 美國人的那個現役軍人就進去了 馬先生你在旁邊練習 再去看就好了 馬上就氣死了 從此以後就不想在這裡 為什麼 連來 現役 那些現役都是 現在 美軍將由負責作壯的現役降官率 現役 就現在會打仗的 這代表什麼 台灣已經被什麼 美國帶來的司令部 說控制了 說關 關起來了 最近不是發生了很多事情嗎 有沒有 美隊台 八字美一台 他們幫兵隊 為何要兵隊 這一次就是用F-35B 他們兵隊怎麼兵隊 他說 光是幫台灣的這些武器 來跟中國對戰的時候 根本沒辦法 不堪立即 當F-35介入這個戰力的時候 整個會改變 暫時 因為F-35B是 很高端的這個 這個空中作戰平台 他可以取代P-3 那個E2K的這個功能 那個E2K 他有戰鬥能力 所以美國認為 他還會需要部署 然後蔡英文 有一次不是就講說 我們要60架 馬上表態 蔡英文很難的表態 一下子我們要60架 亞洲最大的 令克國 日本才42架 韓國好像也 三十幾架來 台灣要60架 有沒有 打開 再跟川普那個 那個表現一下 活著整理 有沒有 非但被判官 全非子負 指揮官 以吸收 有沒有 重點在這裡 這個指揮官 他要是誰 愛國者三行 天公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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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清楚 怎麼打呢 這個 沒有打的 所以問題來了 重點 這問題也是重點 這個飛機如果到台灣 有沒有可能是台灣人的飛 不敢 這個叫做什麼 美 那個 美國 來飛 美國的來飛 台灣的買單 我們別不相信我這計畫是真的還是假的 是真的 為什麼 只要是F-35的基地有三個中隊 還有大概是三個中隊 可以變成一個聯隊60架 為什麼 事實已經證明 在台灣的美軍基地不是只有真心空軍基地 很多基地都有70美軍基地 譬如說 新竹的樂山基地 台灣人是不能進去 台灣人花了多少錢 八十百多億 每年還要繳七億 都要美國人維修美國人 那這個類似樂山基地的這個雷達戰的訊息 給誰 給美國 北美司令部 然後再傳到太平洋司令部 然後 美國說 美軍說 你們台灣軍方應該知道什麼 所以 再給你一些 都是這樣 那那個樂山基地叫做什麼 美軍基地 未來有更多的美軍基地 以後搞不好連那個 左營軍港就變成美軍了 軍港 衛斯 那個 因為 很多美軍的重要的設備就來了 因為 為了以 川普的那種政策 我們要去保護誰誰 誰買單 講得很清楚 就不然你有種給川普嗆聲 對不對 中華民國不敢跟美國嗆聲 為什麼 他馬上 停止中華民國對台灣的治理 我自己來 他直接宣布 蔡英文就完蛋了 還嫌什麼 2020 沒有2020 這邊 2018有沒有 我們都還不知道 愛國者也是美國很重要的被單 那個是很重要的部署 那個防空被單 你看 這麼重要的被單 所以美國人會相信台灣嗎 所以 撒個信號來到 一樣 美國使用 還要買單 我們要慢慢去試應 你看 民船 逢甲號來了 美獸二兩艘派理劍 反比卓 左翁 左翁 來 我們看這個 最重要的文字在這裡 我國向美國採購兩艘 二手及派理 舉行防劍 所有 我們二手的 來我們再看那個名字叫什麼 民船 逢甲 欸 很中國對不對 好再看 這個船上面是放在什麼 中華民國的國旗 然後 欸 這代表什麼 沒有 要有影響力 你們怎麼看看 也就是說你們只能 你們 從中國派來 中國人你們只能看 只能 美國人只會給你二手的 有沒有 不清楚了啦 所以 美國卸議的 你們 你們能看 可以啦 講得很清楚嗎 不能啦 就是你們 我們叫台灣聯絡慢慢適應 美國使用 那個 台灣買單 好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有一天啊 媒體就播 就報導了一個新聞 叫做 美國的陸軍二十三隊 二十三旅 要跟 台灣的六東一旅 六東一旅是什麼 阿帕奇 有沒有 李倩隆那個時間 那樣很大有沒有 沒多久 二十三旅時候 我們要跟著姊妹 你們知道二十三旅是什麼 阿帕奇的那個 那個 那個 戰鬥 欸 搞到現在台灣 被飛行的一個 本來適合兩個 一個摘下來的 不能再飛了 還有一個 老老奶子 有沒有 那個也不能飛了 剩下兩個 種子教官 但是這個種子教官 只是 飛給那時候的馬鹽酒燙的 我們戰鬥的 要騙台灣人 我們用的 我們用的 錯 美國就跟你說你摘以後 我就不讓你飛 因為 美國人馬上就 報一個消息說 欸 那個傳動肘會生鏽 不能飛 有沒有 所以阿帕奇從此 就不能再飛 那等到什麼時候呢 這個什麼時候 這個是非常的 有智慧的一個做法 為什麼 因為台灣有一個飛彈 已經很前了 可是到現在 又到台灣 那個叫做什麼 戰鬥飛彈 這個戰鬥飛彈 現在在哪裡 在日本 在沖繩 為什麼 美國人講說 如果你們 你們要用這個 戰鬥吃井的時候 台灣你們需要的時候 我們會送過去 為什麼怕 會有那個雄上不射的事情 結果 這些台灣的那個天兵會 拿這個 戰鬥飛彈去踏射 打那個 打那個什麼 打那個中國的那個 航空母艦怎麼辦 對不對 所以 不要亂來死 我幫你保護 所以 有很多東西買了 不能 台灣不能用 等美國人來 我們先看影片 我們先看那個 金樹美 在執行林犬的時候 1-2 對著 隊長 2004年 我們對美 採購了 UHF長城獄警的雷達 原來 約念的預算不夠 再追加 我們總共花了多少 410億台幣 雷達的基地 在哪裡呢 在新竹縣的武方鄉 跟苗烈的太安鄉 我的家鄉的交界處的 泰雅族的傳統領域 它叫做什麼 它叫做 樂山通軍基地 錢 是我們出的 但整個梅蘭基地 從建造到管理使用 全部都是美軍 而且 只適用美國法律喔 也就是說 院長您 跟我要進去 很抱歉 進不了 因為 我們不是美國人 每年還要付7億的管理 費用給美國 這種軍工叫做 尚全有國 好了 立法院證明了 美國法律 都不是 美國使用台灣買單 繼續買 繼續點錢 繼續叫做 為什麼 中華民國本來就有義務 美國人常常告訴 全世界的法律 台灣是美國的利益 以中華民國 作為我的CEO 每年你必須要 有那些 什麼 你要不會賺錢啊 哪一個 我怎麼請一個賠錢過 賠錢過 如果按照川普的個性 以後 你就要被開除了 對不對 所以 蔡英文說 哇 你要多少 我給你 有沒有 不三十五 六十件 有沒有 薩德買 我給錢 不對啦 要不然你的正當處都沒有 可能川普 跟歐巴馬不一樣 歐巴馬比較 比較柔 川普不是 你 他都用 激烈的角度 不會賺錢 我要留你幹什麼 走嘛 對不對 好 台灣要變成 美國 要成為美國的軍事基地 可以說 美國 要親自來佔領台灣 來看 美國的海軍陸戰隊 進駐台灣 一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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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美國 就算是 你是退任的外交官 講話到非常謹慎 他居然公開導致說 未來的愛情 就是由 海軍陸戰隊來駐紮 為什麼要伸高 這樣的等級 還有 最近 美國對台灣做的所有動作 包括之前 波頓說 美國應該在台灣駐軍 都跟過去有很大的差 保育斯的先前的時候 川普最重要的國防部門 波頓 前年有過大使說 要讓台灣陸軍 東海以為說 只是一個想法 也是說說而已 沒有想到 其實美國早就準備好了 準備 而且早就佈局好了 隨時可以啟動 而且就要啟動了 什麼要啟動 啟動什麼時候 美國AIT的前處長 楊樹蒂就說 其實 在內湖的AIT裡面 就有將要派駐海軍陸戰隊 進駐 而且設的是 跟全世界各國外交使館 均有的 馬鈴湖陸戰隊之家 這個陸戰隊之家 他不是說 只是陸戰隊這邊住了 有個宿舍 有個聯繫室 他有戰情室 他有一個 有戰情室 有個戰情室 可以掌握所有的資訊 而且軍在美國介紹的 他有一個女士幫助號 反應室 反應室就是軍械庫 所以他是實質的軍隊助手 在這個馬鈴湖裡面 所以你說 AIT不但是 一個外交行政單位 不是一個發簽證的地方 不是一個 跟美國國務院聯合的地方 而莫長 美國海上大陸戰隊進來的時候 還有一個馬鈴湖之後 他是可以跟五角大廈直接連線的 是的 他是一個戰情室 所以隨時可以掌握所有的情資 然後還有一個搬送套子 裡面呢 其實是有裝備有軍備的 他們是隨時可以拿起武器 進行反覆力作戰的 是 所以才是實質駐軍 就在AIT這邊 就在內服這邊 美國已經打到要實質駐軍 實質駐軍 美國陸戰隊是這樣 一般的大使館 國家大使館 才會有陸戰隊的配屬 如果不是國家的話 他是可以幫我 奇怪 在台灣 這個媒體就會 告訴台灣人說 哇 我們美國已經幫了 視同一個國家 那這個不是違反美國的一中政策嗎 那所以 誰到底是誰國 如果是 美國一中政策 那中華民國就不是國家 對不對 因為中華民國已經代表中國了 那台灣是國家嗎 也不是國家 那到底美國 派軍隊來進行幹嘛 表示他對台灣有什麼 台灣是他的主要戰利地 他講得很清楚 其實他不跟你搞模糊 讓你不知道 那來 那美國駐軍在台灣 有95%的人會同意 來 我們來看這個 相較於這種全軍事教育來講 對 對 因為美軍不可能突然間 拍了幾十萬 四幾萬 你這樣贊成 你鼓不鼓勵嗎 我這樣如果有機會贊成 要怎麼贊成 但我最近就是說可不可以 這樣有心理的多十萬 我還想去 那還會到兩個 沒有實戰 跟他那麼一樣 我不請你意思 你知道我們昨天不是 那個 我們的那個 公投不出這個題目 站在美國駐軍 當然 但是我們就是說 實際上可不可行 是另外一個城市問題 但表往美國跟台灣 那些軍事交流是非常密切的 F-16的飛行員 還在美國授權 在亞歷沙拉州的授權 雖然開的是我們的飛機 可是在他的國家裡面授權 你說 兩邊沒有幾乎等同於 實質的軍事合作關係嗎 是有的 但這些自軍量 那一步是更大 它授權的意義 除了實質之外 更重要的是什麼 是政治的意義 就好像今天 海軍負債隊派出到台灣來 就算是在AIT裡面 它軍事義不大 適合講幾道經濟的問題 一個國家 另外一個國家的使館 要多大 要在什麼地方 這也是雙邊 他們談出來 對嘛 所以 你可以講到 到這裡有分管 這個是比較好 這個分管是海軍 AIT這兩邊 左營分管是海軍 鋼山分管是空軍 但是因為管站很大 都不可能大到現在 很確定 內湖就很大 他們正說 內湖 至少可以放八千個人 他們正比九人 如果大家有去過半千就不知道 小的不想像 甚至不想像 就經過到美國的大使館 所以他們決定在內湖 長期住的就是救命 那另外地大的話可以什麼 可能可以布一個獅子 對 他有在管 我們就想說 他們要幹嗎 你看現在果然就是 所以我講 他有象徵業的獅子管 第一個 他已經業務增加 常會需要這麼大的 更重要就是說 那個地高 未來有一些所謂的宿舍在裡面 所以美國的外交官員 可能會以後住在裡面 但大使可能不會住在裡面 他就要說他的功能 跟他的人數是增加的 大家可不知道 美國在國外蓋市管 是非常非常的小心謹慎 包括還會原料 從美國運到北的國家去 為什麼 怕有些間諜的空作啊等等 但不管怎麼樣 他在美國 在台灣 剩下大的大使館 是因為等於是其他 是不是跟大國一樣 比起來一樣 這麼大的使館的時候 表示美國 跟台灣要不要緊的 長期的 穩固的 是進展中的關係 那這個所謂 海軍日戰隊的駐紮 事實上 美國在台灣是有五官的 對 因為雙邊有很多 但我覺得實際上 為什麼是陸戰隊 因為在美國 陸戰隊的駐紮 主要是有五官 在美國駐外國駐十萬 主要都是陸戰隊 所以他的每一個駐外十萬 都陸戰隊 基本上都是陸戰隊為主 可是現在AIP 基本上是用保全 現在是在那個 現在是用保全 現在是用保全 所以AIP 那個金五路一百號 有陸戰隊的宿舍 還有戰棲室 那 彭文正說 那個金五路多大 大到 可以到一個師 當過兵的知道 一個師要多少 一萬人 對不對 一個師長可以管一萬人 所以他管了八千 差不多了 那個宿舍是 顧那個 所以一個AIP 西洋戰隊 不用 他保全就可以了 他自己也承認 好 我們再看 台灣 是全世界雷達密度最高的地方 世界第一 來 我們先看 你如果都在看到 歐巴馬對台灣戰略地位的考量 你不能只看正式的軍售牌 你必須要把歐巴馬四次的軍售牌 全部都等同官司 也就是 如果你把四個軍售牌 全部看過來的話 就得了解 美國人是怎麼來看待台灣 美國人希望台灣 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沒有錯 美國這次軍售 四次裡面有三個對防洪太特別重要 四次軍售裡面有三次 一個是愛國者三 對 他這次愛國者三 馬里第一次跟第二次軍售 都有愛國者三 之後他完整的把台灣 配置成一個愛國者三的 防洪太特別陣地 怎麼說呢 就是他總共 在台灣現在是六個陣地 也是全世界力度最高最高 部署成六角形 六角形 對 六角形 然後講到這三個陣地 他在使勤高 第一個他可以打導彈 他可以搭導彈 你的速度在台灣也可以打高 對 第二個他可以打飛彈 第三個他可以打飛機 是 而且他是全天空 他高度可以到二十公里以上 二十公里 對 然後長度可以到七公里以上 反正他是碰撞 碰撞絕傷 他只能碰撞 他只能碰撞上去 他為什麼說真的可以碰撞呢 因為他出去的時候 他一直跟你的雷達指引 一直接受你的雷達指引 他受雷達指揮了 我告訴你 他聰明 這叫聰明雷達指揮 那你要到什麼程度 你今天跟你來看 各部山來對不對 我可以放誘惡 對不對 他可以辨識誘惡 他可以聰明到辨識 這真的還假 那是誘惡還真的 他這麼厲害 所以你來我 飛發已經打下來不懂 也就是以前我們很多的反導彈飛彈 它是在空中爆炸 用空中爆炸的震波 將來散的導彈、飛彈、飛機給炸毀 再下一步整個出品是 我已經非常精準的確定 你就是我的目標 我是直接撞到你爆炸完 然後將你完全撐毀 碰撞絕傷 好 除了這個部分 最後這個薩德系統也要進駐台灣 那時候金正恩 很幫忙 就丟了四顆 飽頭、豬、公主 有上山島 調到那個日本海 那時候安倍圖有機會 正當性 日本也要裝薩德系統 什麼是薩德系統 薩德系統 薩德系統 跟熱山雷達戰 跟那個艾山 那個方式是不一樣 作戰方式不一樣 為什麼 薩德它是一個系統 雷達戰只是一個雷達 它本身沒有補助力量 所以薩德那個 熱山雷達戰雖然 它可以看到新疆五千公里的範圍 有任何的東西 它可以看到 可是呢 它看到之後 它是要回報 回報太平洋司令部 會回到北美司令部 然後來決定 這個用哪個地區的 那個導彈來去射擊它 可是會耽誤很多時間 可是薩德系統不是這樣 一般的雷達系統 是看到了沒辦法打 可是薩德系統 看到了我就可以打 這個部分是這個薩德系統的部分 有沒有 它有四個階段 有雷達系統的指揮車 還有後面的火控系統 然後這個是 那個韓國的薩德系統 THAAD 中端高空防禦飛彈 薩德系統它的導彈 這個飛彈可以打250公里以下 到150公里以上 那是很高空的 那時很高空 然後我說第一 我問有為 有空文化的